国内的综艺当真是寂静无极下 刚看到几条六的看图史人时 总隐约觉得属下 你们看人后面的照片 你们三讲内说出他们的名称 四人连续答对四题 则算任务完成 王祖贤 不能说毫不相干 只能说一模一样了 随后他们闻起了戴礼帽踢球 这又似曾相识的感觉 抄成这样都不给罗PD付点版权费吗 而亲爱的来吃饭 这档节目也跟意义到韩宗高度相似 王俊贤和饭女王上门蹭饭了一只气壮 我是王祖兰 我算天天 叫到刀上的吃饭来吃饭了 阿拉吉都没美式的节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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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要祖aving 这是把精品借件成垃圾了吧 还有一党素人们改造综艺 也跟老美的综艺高度 matching counting 母母带领的好看团 对嘉宾指指点点 他脸也太素了 毛孔毛孔大 没有口红 没有化过妆 没有高跟鞋 是男的 微信只有一百三十个好友 使用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 大家就是那么亲密于那个看口红 对我无法理解 我觉得这是消费主义的陷阱 一只口红没有 真的有人这么活的清心寡愈 对啊 对 反观美版改造团在用词上就会考虑比较多 Kai's looks range from school girl uniforms to Yankee What's a Yankee? It's a Japanese young delinquent apparently I'm not quite sure if it's controversial Is there a negative connotation to it? Yes Joey works outside and thinks showering and wearing deodorant is pointless That is a risk taker It's a very brave move 人家是治愈 你这是治愈吧